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房子是在一个顶楼的部分 所以它的视野是非常好 光是内品的部分就有两百多瓶 业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对夫妻 找我們希望能夠幫它規劃 是一個比較有品味 或者比較大宅的一個方式 它是一個大的雙拼的一個房間 所以我們刻意在平面的配置上面 把右手邊最大的空間 留給公共空間 當成它的客廳、餐廳跟廚房 左手邊變成是它的一個起居室的部分 那中間的梯廳部分 當它有宴客的時候 是可以把門整個打開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一字型 原本的30多坪的客廳 會延伸到起居室 或架起來會有60多坪的一個空間 做成是它的一個招待朋友、親友 來訪的時候一個聚會 中間這個案子我們想要傳達的是 我們對於一個 陰式風格的案子的一個探討 我們希望藉由這些 不同的線條跟風格的部分 能夠去整合出一個 我們認為是舒適的一個居住的空間 我們更希望能夠藉由不同的材料 能藉由這個案子重新被定義 然後重新被思考到關於公益 關於流行 關於居住的一個氛圍上面 然後藉由這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平成的方式 來呈現一個豪宅氣度的一個呈現 通常還能夠進展給您 關於國廠之一吧 在國廠之一 中間神經病 中間神經病 天下